这部电影曾被全体韩国男人疯狂抵制 甚至有人跑去青瓦台请愿下架电影 电影女主郑尤美更是受到死亡威胁 就连只是看了原著小说的裴朱炫也遭遇网爆 可电影第一周的票房就高达97亿 成为韩国当年的票房冠军 把电影送上票房冠军宝座的是韩国的女人们 她们疯狂看电影做数据还和男人们网上兑现 男人们给电影打零分 他们就给电影打满分 一部电影引起整个韩国男女大对战 她就是82年生的金智英 这天丈夫拿着一段诡异的视频去找医生 视频中的妻子好像鬼上身了 居然用丈母娘的口吻和自己说话 医生表示这种情况太少见了 得让妻子自己来医院看看 是不是得了精神分裂症 丈夫大嫌忐忑地回到家 却没有脸和妻子智英张嘴 几年前自己娶智英的时候 她还是个朝气蓬勃的职场白领 结婚短短几年 她就变得暮气沉沉 当初父母催生孩子 智英不愿意 也是自己和她打包票会帮忙 她才勉强同意的 虽然大嫌当即改口自己也会出力 安抵住了智英 可她还要工作养家 生了孩子 智英只能辞职带娃 如今她手腕已经累到肌肉老损 今天大嫌回家正赶上吃晚饭 看到智英一边抱着孩子一边摆饭 赶紧说自己可以帮忙 可她不熟练 反而帮了倒忙 智英只能自己接手补救 大嫌还没开口说看医生的事 智英却开口说起看医生 原来她今天去看了手腕 可男医生的话却气了她个半死 大嫌看着这样的智英不知多心疼 赶紧出口安慰 可忙碌的智英根本无暇感动 大嫌又说起这次过节不回老家了 要带智英去旅行散心 可智英似乎并不领情 大嫌也知道自己妈妈的脾气 只能放弃 直到过节回了老家 大嫌也没有和智英说起 她精神有问题的事情 这个女人鬼上身了 用自己妈妈的语气 对婆婆说话 昨天晚上 大嫌带着智英回到自己父母家 两人都很累 可大嫌睡了个懒觉休息 智英却一大早四点起来 和婆婆一起做饭 婆婆送了智英一件新年礼物 竟然是商场免费送的围裙 智英不喜欢 却也只能笑着收下 等到大嫌起床 看到满满一大盆饺子馅 心疼智英 却妈妈少包点 反正也吃不了 却被妈妈一口回绝 大嫌又想帮忙洗碗 智英立刻上前接手 小心地看婆婆脸色 还马上解释 可婆婆的脸还是拉了下来 阴阳怪气地说 智英笑得勉强 也不敢和婆婆顶嘴 大嫌连忙打趣解围 公公也帮忙说话 可婆婆却更生气了 吃过饭 公公婆婆和大嫌在客厅看起电视 智英孤零零一个人在厨房洗碗 大嫌偷偷告诉她 我们一会儿就去你家 智英终于露出一个真诚的笑脸 可没多久 小姑子一家来了 婆婆笑得合不拢嘴 一个劲地使唤智英伺候小姑子 一会儿倒水 一会儿拿吃的 还心疼小姑子 智英一个人待在厨房 听到客厅传来的声音 突然扔掉围裙 扭头就说 公公婆婆和小姑子全都吓傻了 只有大嫌知道妻子犯病了 她顾不得和其他人解释 拉着妻子就走了 直到坐在车里 智英终于清醒过来 可她却什么也不记得了 大嫌想带她回家休息 可她却执意想回娘家 回到娘家 智英表现得很正常 没人看出有什么问题 可大嫌却听说了这样一件事 智英爸爸重男轻女 当年出差往回带礼物 两个女儿只送了廉价的笔记本 给儿子却送了昂贵的钢笔 这些年 智英总想要弟弟的钢笔 可弟弟却不愿意给 看着这样的智英 大嫌更心疼了 等回到自己家 大嫌继续劝智英去看心理医生 智英不知道自己鬼上身 但她也感觉到 自己总是闷闷不乐 提不起劲 也就同意了 可来到心理咨询室 一问费用光是检查费就36万 她当即就离开了 智英觉得 也许自己不用看医生 找一份工作 心情可能就好了 这位宝妈只是坐在长椅上喝咖啡 就被路过的白领讽刺 日英满心委屈 却不好上前理论 从前 她也是意气风发的女白领 可结婚之后 只能辞职在家带孩子 累得得了一身病痛 却还被外人看低 孩子稍微大一点时 她也曾外出找工作 去连一个面包房的收音员 都嫌弃她是个宝妈 这天前领导给她介绍了一份工作 智英高兴极了 把家里装扮一心 想给丈夫大贤一个惊喜 可大贤听到却不同意 还说希望智英在家多休息 智英勃然大怒 外人不理解算了 竟然连大贤也不觉得 在家带孩子是个辛苦的差事 半夜 大贤看到了喝闷酒的智英 可智英却说 智英说话的口吻是她难产死去的闺蜜 她又犯病了 看到这样的智英 大嫌别提多心疼 她同意了智英外出工作 可婆婆听说这件事却不乐意了 她打电话给了性家母 说出了智英生病的事 谁的女儿谁心疼 妈妈当即赶到智英家 可她却不是来劝智英放弃的 而是说自己可以帮忙带孩子 让智英安心出去工作 听到妈妈这样说 智英又犯病了 竟然用外婆的口吻心疼妈妈 妈妈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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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的心疼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平安在心 大贤在一旁也红了眼睛 眼看智英的病情越来越重 他终于告诉了智英真相 而妈妈回到家 看到丈夫刚从药店给小儿子买的补药 一下子绷不住了 他发疯一样扔掉补药 对着丈夫大喊大叫 全家人哑口无言 这下他们终于开始关心智英了 弟弟把智英一直想要的钢笔给了他 爸爸还特意给智英买了面包 虽说他买的是儿子爱吃的口味 而丈夫大贤则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要停职在家带孩子 让智英外出工作 上司不理解 同事不认同 父母也不同意 毕竟大贤的工作可要比智英高得多 可大贤力排众议 还是选择了支持妻子 一段时间以后 智英的病情真的有所好转 他把自己的故事写了下来 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个金智英 可他们能有幸遇到这样的郑大贤吗